租出去 那你跟我儿子就跟我们老两口住 行不行 我们也住东三环 我说 我说这个 我说这个 这个好啊 然后他就 他就 其实还绕了点路 然后就带我绕到那个东三环 然后就说 看他们的房子 但因为他随手一指 我其实不知道 我是那很高档的社区 还是有点老的 但是我觉得性格好 就就修哪去哪 但是我觉得性格好 不应该问 不应该计较 我就哎呀 挺好挺好 租出去能不少钱呢 所以 然后他就越说越兴奋 声音越来越大 然后他就说 这个娶媳妇就娶个面 说姑娘你知道什么是面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就是 我就是 我儿子以后带你出去 就是见朋友 他在朋友前面打你骂你 你都不还手 然后呢 回去怎么收拾他都行 说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觉得 年载未来公共 然后 然后我觉得 他已经被盖装性格好了 就是人设不能崩 我当然先问人设不能崩 所以我就说 那那那当然了 那当然不能 还热还口 然后我们就聊了一路 他就帮我放低节口了 也没给我他24点 去放回去 哎那为啥 我觉得我一定是做错了 我到现在我还在反思 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的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近去到的那个 我跟你说 我发现观众永远比作者聪明 嗯 你写那个微博底下 我一看就一眼 人家说 这司机是绕路的 你等相亲呢 哈哈哈哈 就好一里面看我儿子忙着 就这么 可以绕路呢 哎 我还挺喜欢这点 我就是真的就是还挺 就是大家说什么给我这样 男朋友什么 我就说哎 来来走 你走一个 你相过多少次啊 我我没有 其实就是六七次七八次 嗯 但是有的是对方不知情 我觉得还有一次是对方不知情 他被相亲 是有一个作家老师 给我介绍一个外国人 就是是法国人 长得特别可爱 就是我把脸白白的 然后笑起来这个脸变成粉红色 特别可爱 然后就会说中文 然后但是中文说的非常好 但是他即使中文再好 他也听不听不懂 这个所谓的介绍个人 交个朋友是什么意思 他就以为真交个朋友 后来就吃饭吃 第一次吃饭 他就感觉到话风不对 后来就约第二次 他就把他男朋友带上了 然后就相互喂食 然后所以就还有一种相亲 是我知道人相亲对方不爱人相亲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为什么老相亲呢 你着急吗 我不着急 特别不着急 天生火 所以说女作家最可怕 哎 你说这个文道 你觉得西方人外国人 有咱们相亲这种东西吗 也有 但是不会 他们不一定会特别叫相亲 因为比如说很常见 比如说有时候一些朋友们就说 今天故意搞个party或什么 就说想让他们认识一下 这事其实很常见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相亲想成一个 就是纯粹像我们过去那样子 必须没硕之言 然后双方父母同意 然后约出来 然后很正式 有个仪式 不一定 说白了 他就是一个大家介绍 大家认识 看看接下来有没有下文 就这么一回事 如果这种情况也都叫相亲的话 那一天到晚都很多人在相亲 其实就是social 对 没错 就是社交嘛 所以老外也挺多的 就是把这个两个可能 有可能性的人给传一块弄一事 这样都显得比较自然 其实很多人 有的人也是误认为自己是自我认识的 其实他不知道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 然后他让你们有机会 没错 变成缘分 那照你们这么说 我想起我昨天应该劝我那朋友宽容一点 怎么了 他就是说这个 他跟他女朋友嘛 他跟他女朋友就是可能是闹点小别扭吧 但是两个人还在恋爱存续期间 就还是男女朋友嘛 那天他跟我说妈的去相亲 他女朋友就跟他大吵 然后就说跟我说你平不就理 我说那是有点不靠谱啊 你怎么能跟你好着 人家介绍去相亲 他说他女朋友就是说我相亲怎么了 是吧 我姐姐或者我姨姨找我给我介绍一下 我去认识一下怎么了 我说你 所有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不都是耍流氓吗 那你相亲不是是有目的的吗 你有目的的你不就是在背叛他吗 那难道如果照你们这么说 就当个社交 无所谓的吗 你可以让他激励他一下吗 我回去劝劝他 别以为我这个存在不重要 有人要 就这意思 对我觉得我还有一点 我觉得相亲有意思 就是你会 就是你 你会从这些相亲对象得到一个对自己认知的坐标 就是因为我觉得 特别是这个大龄女性活在这个世界上 经常火热火热就丧失了时间感 就是比如说35岁37岁38岁就没有时间赶于一个人生活 觉得也都挺好的 但是呢 我就觉得 比如说你拿衰老来看 其实很多衰老它是从外界人的反应 你比如说你 你又开始要服辱了 就是让座了 你就意识到自己衰老 那我觉得相亲对于我来说 或者对于很多女性来说 其实它是有有更有效的认识你的坐标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到30岁之后 他发现别人就给他介绍离异的 然后呢 丧偶的 然后呢 到了35岁时候 行情 行情有变 对 然后别人给他介绍的就是 哎呀 这个人有一只眼睛 不太好 这个腿脚 一目了然 所以就是你就是也也更好的 你知道自己在两 即使是你用不到这个两性身上的标准 但是你至少你知道自己在两性 通过对方的这个天品 通过对方的分量 你知道自己的分量 那我就知道了 你也有一次的 从一个青年书法家那儿就知道了自己 是吗 那青年 我觉得他搁的这个就是这青年书法家 你给你给讲讲那是怎么回事 没有 其实哎 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就是这样 就是我当时还没有谈过恋爱 的时候大概21岁22岁 然后我就特别想急于摆脱 我们当时这种其实叫母胎单身 就是从母胎里面就是单身 单身到现在 特别摆脱 正先诚 先要摆脱这种状态 然后呢 就就一个朋友就给我介绍 说有个青年书法家 一个艺术的认识一下 我说好 那那你就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觉得很奇怪 后来就看微博上有个人 爱着我 然后呢 就是发了个微博爱着我 就是那个青年书法家 他说有人要给我介绍蒋方舟 爱着蒋方舟当女朋友 就是说 就是在碎上网搜图 而他碎还写错了 写着追逐的竹 说逐上网搜图 见之大惊 如此之丑 怎么能做我的女朋友 拒之 就是还专门翻了一下微博 而还提醒我要看 就让我自己反思一下 为什么如此之丑 还奢求做他的女朋友 你说他是不是竟碰奇葩 这连带了什么鸟都有 这人有问题 这人精神有问题 马爷你那个年代过来的 这相亲普遍吗 普遍 普遍 你是相亲吗 我不是 你相过吗 我没相过 我这个我相过 也不能说没相过 就是当时我从农村回来的时候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有那个 工宣队 工人阶级领 工宣队 死活说你这大小伙子 别这么 我给你找一个 那也不能叫相亲 就地铁口那时候刚有地铁 从地铁出来以后吧 俩人隔着河老远打一招呼 然后呢 一个人在路 这就叫相亲 一个人在路那边 走了几步就白白了 你说 这叫街头 真的是相亲 没有聊天吗 没有聊天 没什么聊天 就打一招呼 就是因为我这种人 是很容易跟人家去聊天的 就碰碰 大街上我近跟生人聊天 所以我觉得这种很尴尬的 让一个很 就是一个为一个直接目的去 我觉得不可能的 我从内心都抵触 我平生就这么一回 还是给人家一个面子 我父母什么都不会逼着我 你不刚刚 但是我也早恋 我们那时候都是 那你早恋了 那谁 你多大算是谁 谁都早恋我 我这这给我播出去是吧 我这没什么播出去 我这个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对女孩就有认知了 就觉得见女孩心脏是感觉不一样 学术 就开始有点学术 就是他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那不算早恋 怎么不算 你的概念 你对女孩有点感觉就一较早恋 我做节目就说过 就是说我们曾经有的回做一个节目 我就说这个对方那个 我说他没经验 我说你先说 然后那主持人说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会反对的 其实是为了做节目嘛 他就说这个爱情是双向的 他先上来玩这么一定论 我说那不对 我说我单恋着我邻家女孩 你不能说我不是爱情 他愣了半天说 你说的对 中间的主持人说停 没法录了 他不能顺着说 你必须跟他呛着 他说我呛不起来了 他说的对 单恋你不能说不是爱情 对不对 而且单恋那个爱情更强烈 没错 比你双恋还强烈 所以爱情这事本身就 是不是 我也是 你说这爱情 就是说咱们上集讲这个什么文青 伟文青 这个 我觉得这个爱情 还是最初次的时候 感觉有生理感 就是他讲 生理感 你后来就失去心理了 还真的 我今天说要是爱一个人 不是 文道 我跟你讲 很特别 就是我这个说起来 我都麻素素的 就是我 我这个今天爱一个人是心里的 想起他来觉得温暖 觉得爱是心里的 可是呢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 这个人生若只如初见 你第一次碰过 同志女同桌的手的时候 放电现象 就生理的 我自定为初恋的 那我比马爷那真是酸子味的了 就是那我 我大学一年级 我中学的时候 我中学的时候也有您一样的 对女性的认知 是吧 包括对女同学身体的认知 但我不定位那叫初恋 因为我觉得没有那种爱情 是有生理的好奇 但是到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就算 就是我初恋 那时候我觉得 那种感觉 就想起一个 这个 比如放暑假 两个人各回各家 你走在路上 今天我就没有了 就是说你走在路上 想起他来 你觉得心上痒痒 痒痒 痒痒痒 就是那种麻酥酥的那种生理的 然后 这么真的感情 可是也会做这个韦文青的举止 这很有意思 我记得我给他写情书 写完了之后 我得拿手 沾点那个自雷水 沾完那个指缝里滴着几个 表示那是我的泪 然后就是 就是谈点烟灰 折子里边表示我的颓废 你看 但是你说我这么装 对吧 可是实际上那种麻酥酥的感觉 又是真的 现在能就是唤醒吗 能回忆起来 但是能唤醒吗 就再再换不醒 靠你了 靠你了 如果你说两句 我这想起来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很多人都会本能的抗拒相亲 本来方舟是例外 他因为他有作家的兴趣 对人生 另外一方面 我是因为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 对 因为你透过相亲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对 而且我觉得我就是大家 他就觉得跟我有这个必要 然后来讨论就是公共事务和这个文学问题 然后呢 但是说真的 但你你写东西的话 你要写 写特别写小说 你要写不一样的人 所以你是去找生活体验 就是找这个低质量的生活体验 我只能证明女作家的可怕 但是我 你相亲都是为了找素材 那你的恋爱 和将来当你老公 那可 那反而不行 但真的就是有遇到这个相亲对象 他也觉得这个我相亲的是一个这个公共知识分子 然后就真的 他就考我对于香港和台湾的问题 然后就是考我 对于这个 这个美国他选的这个认知 最后聊成道友了 然后没有 之后就不欢而散 觉得聊不下去 政治立场太不一样了 是吧 因为你想想看 相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就跟你刚才说的那种现象是背道而驰的 因为一般我们说那种会让你 比如说碰到手开始麻疏疏 然后一想着他心里发痒 我们觉得那样的爱情跟相亲 是完全两回事 相亲是不太可能 就两个人一见面碰到机会 然后一看到就马上触电 相亲是根本上是一个 在一个条件底下展开的 而且双方谈的也都是条件问题 就像你遇到那个司机 跟你谈的是个条件问题 你性格很好 我儿子东三环有套花 是这样的一个条件的搭配 你明校毕业 我儿子在世贸天街上班 每月月收入多少 是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相亲 为什么现代人好像特别不能接受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现在其实相亲的那个年纪 变得越来越低 就是我大学同学上大学的时候 当然大家都大学21、22岁吧 女生每年暑假的时候回家 那时候再大一大二就被拉去相亲 当我不知道现在就是 过去是不是这样 反正我自己当时听到还挺惊讶 因为完全没有婚恋的压力 这个就是我最不懂的事情 因为你看人口的话 中国明明是在80后之后 是女多男少 不 女少男多 但是为什么现在总是女家长方面 好像比较急着给女孩相亲 因为生活在城市里 这事很简单 它是到了 对 现在这个 农村的那个大连男性非常多 所以我们跟最底层的人是接触不上 相信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这问题 相亲最大的问题就俩字叫失望 就是你这个相亲 因为你相亲都是按照最好条件设想的 你见到的人 我觉得99% 有点久久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所以往往第一眼 很难就是说一见 产生感觉 对 所以呢 就是比较善谈的人比较占便宜 就是第一 跟贫 就像我们这样的人 吃亏 看一眼 没好感 对不对 得靠说 然后你跟着巴达巴达一通说 说完了以后呢 反正说乐了 说那男的长的不怎么样 但是说话挺有意思 慢慢他就愿意跟你接触 然后你再跟他再装一会文青 再跟他说点这个文学名书 然后呢再背两首唐诗 过去就搞定了 这容易露勺 我也是看他写的这个相亲史 这个文章里边还说一个什么 就是女的 就是说感觉你是个有文化的女的 结果碰着一男的博士 是吧 结果那男的就开始问了 那个 不是博士 是个秃头的建筑师 建筑师 我那朋友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 然后说你既然是历史系毕业的 明朝有多少个皇帝啊 他答上来了 不说不错 然后清朝有多少个皇帝 这也没答上来 拜拜 对 就是这个智力问答 所以我觉得应该以后搞一种相亲版的 就是智力问答 就是相互考虑的 相亲是不是因为就 就是我觉得有这个婚姻的压力 嗯 就就急 你自然而然的啊 很难找到合适的 而且我自己 你怎么不结婚呢 我替你妈问一声 我没遇人合适的呀 对 你不是抗拒 我不抗拒 你有计划吗 就是多大岁数结婚 有脑子里有这个想法吗 完全没有 多大岁数生孩子有这个计划吗 35岁左右 之前 但我觉得我家长就在 那要是到35岁还没结婚呢 那就先生个孩子 哦 我两码 这样 我挺你 就是我觉得我这一点 我我我爸妈还挺酷的 就是前两天我爸他是来北京 因为我爸的老家没退休嘛 然后来北京 来我们家 然后吃饭的时候 就我爸说说 方舟是条船 不知道谁是他的港湾 就他在他这句话 他应该在脑海里面一个应该已经酝酿了两天两夜吧 因为他觉得特别押韵 说出来特别牛逼 然后呢 我妈就说说 哎呀 屁啊 屁的搞乱 他说人生都是一节一节过的 就是说你这一段吧 是是是这个人 你结婚呢 你也把他当做是一种体验 你不要把他当做是一种 就是你妈的那个人是怪是一条运河 你是个火车 哈哈哈 但是你 但是你知道吗 你爸妈给你起这个名字 就注定了你要相亲 而且你啊 就是纠缠不清 为什么 这个诺亚方舟啊 最后不是还在打洪水吗 上帝让这个诺亚带上船的 都要成对的 公鸡母鸡 因为他要繁衍嘛 所有的 全是成对的 哎 所以你这名字方舟上全是公母成对的 所以你清闲不了 我现在觉得现在就社交的手段这么多啊 尤其这网上有各种他们晃一晃摇一摇的东西 他为什么还要去相亲呢 相亲好像现在都是流于形式 我听到生活中的相亲都是那爹妈急的不行 把这孩子压着去 去之前就基本上知道结局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以就是两个陌生男女 以以恋爱为目的的见面 不管是什么 是少流氓 是吧 不管是摇出来的 是干嘛 是父母介绍的朋友介绍的 其实我觉得双方有这个认知应该都算是相亲 就是 而不只是就是父母 然后这个相互你家父母 我家父母对象 我觉得只要是陌生男女 有这个非常明确的认知 然后在一起见面 我觉得其实就 然后以结婚为结婚为目的 以恋爱为 以恋爱为导向 结婚为目的 我觉得那都是相亲 不过我 你说 不过我觉得倒是 我能理解为什么要相亲 就是一方面就可以看得到有的社会或者有些情况下 结婚跟恋爱是分开的 是不一样 因为相亲跟一般 比如说我们介绍 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讲的相亲 或亚洲人所理解的那个相亲 跟刚才我一开始说西方式的那种介绍 还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你刚才说那个是比较宽泛的一个情况 那种情况就是纯粹介绍人家认识 让他们当男女朋友谈谈恋爱 但今天我们讲相亲是一来奔着主题去的 那是结婚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中的恋爱是一个很自然的两个人 好像触电像你说的两个心理发痒 那类的 马叔叔 但相亲不一样 相亲是一个条件的计算 相亲当然也双方需要有好感 但是那个主题很明确是婚姻 所以就说明了 有时候婚姻跟恋爱是可以分开的 或者他们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婚姻是一个社会需要 婚姻是一个家庭延续的需要 婚姻是一个身份问题 所以尤其比如说在日本就最明显 那日本到现在相亲还很流行 对我们都说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 对孩子 对 他相亲的人还是很多 那我们都觉得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 怎么还闹这些呢 那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们性爱婚姻跟恋爱是分开的 那好像是这个夫妻性生活频率最低的国家 没错 就他们夫妻真的是 就是我们结为夫妻是因为我们需要夫妻 我们需要家庭 我们需要婚姻 那么但是是不是表示我们彼此相爱 那不一定 也许我有个情人 你有个情人 那么但是平常我在公司遇到这个帅小伙挺好的 跟他睡一睡 这也可以 因为那是性 还有一个是爱 还有一个是婚姻 但是我们一般现在的观念是三者必须统一 但是很多时候它是分开的 你中国传统社会底下 我常常讲我们以前所讲的爱情 是文人小说里面常讲爱情 大部分人是没有爱情的 对 你你以前中国的冬村什么对吧 那个那个都是没说之言就搞上 然后你你你你见到你新娘的第一天就是在床上 不是 那狗是几道 对吧 这个事我告诉你很简单 相亲这个词本身就改变了词性 过去相亲是父母之间的事 跟你本人没关系 你现在说相亲说这俩人相亲是他们本人相亲 过去是父母代表你去相这门亲事 对 这词彻底变了 对 跟你们没关系 没关系 现在真是家长比孩子急啊 对 那上海公园里的 全是家长 都是家长 最后那单身家长互相之间都相上了 孩子还没相上呢 对 他们这个倒是相亲的本意 就是父母之间觉得 这个比如男方 父母觉得这儿媳妇不错 女方认为这个女婿不错 这俩相亲成了 他们俩就没资格相亲 你想你过去按照过去的那个婚俗 你最后那是掀开那一下 这下要我说我要有这辈子有这下也不错 如果感人意好的啊 感人意好的 太刺激了 比现在这强多了 哎呦会什么呢 哎呦的人生 没话没卷是吧 但是如果你这感人意好的 你这个不是什么好的 要好看的啊 别老想好的 你掀开 那心脏不是麻就跳伞的眼上去了 真的 有可能心如死灰 太浪漫了 那我觉得中国人过去的那个感情 是我觉得很令我着迷的 很有意思 就是他真的可能夫妻俩见面 就是在床上动房见面 第一次掀开 但是是不是感情不好 不是 你看到很多我们上一辈上几辈 很多人他们没有什么恋爱 就结婚 但是当他结下来的时候 他那个感情真的是在那个被锁定的契约关系下面 长出来 也不见得很糟 就不好 对 是吧 就所以说呢 假如世界上只有一男一女 亚当和夏娃 是吧 诺亚方舟 亚当和夏娃 你看 这俩人就必然相爱 必然得好 那像婚姻就是 你不能太自由了 就给你框在这个地方 那么夫唱 夫随 而且这个里面 我觉得他还有很多道德的东西 做人 从小教孩子 那个时候有一套妇道啊 做老公该怎么做呀 做妾该怎么做呀 他各安其分 你怎么一想就想到 妾该怎么做 对呀 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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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套 他还是关心 我爸他就是 而且我觉得很多 很多为什么上一辈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比如说像我爸妈 就是相亲结婚 然后就是亲戚介绍的 你也有这遗传 然后那个相互 我妈看我爸是他那个能力范围内 或者视野范围内长得最帅的 因为爸真的还挺帅的 然后呢 我妈是我爸能力范围内看到的 最有文化的 然后两个人就 两个人就认识了 大概认识有个一两个月吧 我爸说呀 就就是结了婚 这有没有单位 能够有个分个房子 那就结婚买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呢 就是你知道就是也没有 也没有问题 就是当然也会吵什么 那没有问题 他们那个时候不会碰到什么问题呢 要是过了一两个月 发现了一个在我所能力范围内更好的 这事怎么办 不是这个事肯定有 你一生中只要你结婚 下面一个肯定好 马爷下言是有经历的人 不是 有故事的人 所以你不能因为有一个好的要出现 那你就后悔这事 这是另外一个事 尤其是没好花彩布 对 对对对 肠子都回去了 对 尤其是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呢 你是没娶 你娶了以后也未必就好 是 那倒是 但是方舟我真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现在像这个 你就是都是年轻人了 对 哎 为什么就是结婚这事 是他们那么大的一个 就很怕 很多80后90后 你看现在我听他们讲 就是说70后是先恋爱后结婚 80后呢 是先同居后结婚 90后呢 一般不会跟同居的结婚 就是不一定准确了 但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你在网上调查 这些年轻人们都在问我该不该结婚 结婚对她来说是个什么 都怕结婚 其实我觉得不是怕 是想 就是特别是我身边的90后 甚至是更年轻的 95后的女生 其实是非常非常想结婚的 结了就咧 就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恋爱和结婚 或者说恋爱和结婚 如果同事 放在他们面前选的话 就是女生其实是会选结婚的 我身边年轻的女生 现在还是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 我觉得是还是因为 就是可能这个社会环境 他们没有安全感吧 而且呢 就是这个社会的导向变得越来越现实 就是比如说 从你买了什么衣服 你就可以税路寒无一帆 然后到就是说你这个这个嫁的好 不如你怎么怎么样 包括现在强调所谓的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就是你其实看到是有这个有倒退的 就强调原生家庭的重要性 就是你这个因为是这个富二代 所以你这原生家庭好 你性格的缺陷就少 那这个什么凤凰奶奶什么的 都是去批判原生家庭不好的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变得越来越 视力 越来越现实 那我觉得我身边的 可能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子 在这种党项下 其实就非常想结婚的